在台湾,我的北京朋友因为骑警车把腿摔了,所以我们陪他去就医 然后呢,在医院里我们就遇到了台湾的小护士超温柔 然后在等待的过程中呢,然后因为他听错了名字 本来是不应该叫到他,他就进去了 然后台湾护士就说,李先生,还没有叫到你哦 再等一下下就好了,只要耐心等一下下 然后开始就医的时候打针,然后我们陪他进去 然后小护士就会说,李先生,会稍微痛一下下哦 只要忍一下就过去了 然后现场所有的北京男生已经不行了,就已经开始了 然后我就在边一直笑,然后护士小姐我问说 啊,这位小姐,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,没有问题,就是觉得您跟我们北京的护士小姐一点点不一样 然后对方说,哦,那北京的护士小姐是什么样子的啊 我们北京护士小姐是,叫你的吧,没叫你出去 北京的护士小姐是这样哦 然后继续继续打针 然后一边 然后一边 然后一边